當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居住空間的時候 你的所有判斷都可能判斷錯 所以你很有可能 只是因為沒有一個住的房子 你就跟了一個錯的人 女兒民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冰鳳啦 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我要一講就要哭了耶 一開始就哭這樣對嗎 因為我是單親家裡的小孩 所以我們自己不算是有一個家 然後可能以前過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要回去原本的家庭嘛 然後我們就會有點可憐的 就要跟媽媽一起待在我們自己的家裡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 好以後我長大一定要認真賺錢 然後給媽媽一個家 所以我就一直都覺得 有一個自己的家是一個很安定的感覺 因為當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居住空間的時候 你的所有判斷都可能判斷錯 所以你很有可能只是因為沒有一個住的房子 你就跟了一個錯的人 其實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後 我意外的很享受自己獨處的過程 因為我說過我之前是會很依賴另一半 我以前好討厭我要有自己的空間 你都沒事做嗎這種話 可是我現在很享受耶 尤其在我買了房子之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想要擁有的是這個家和居住的感覺 跟住在這裡面累積的每一個回憶的時候 我對我其他奢侈品跟消費的慾望反而降低了 因為我在這個家過得很幸福 然後我在這個家每一個角落累積的回憶 都遠超過於以前的我覺得我的成功或是我的成就 我賺的錢需要用這個包包去定義 可是現在不用 因為我也不用跟別人證明什麼 你只要一回家關上那個門 然後你就會覺得那就是你最放鬆最保有自己 而且你會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時候 養寵物的時候超難找房子 因為很多的房東真的不太願意讓你養寵物 所以大部分你在找房子的時候 遠遠都會有一條就是禁止養寵物 就算養了寵物 房東也說OK 可是因為比較傳統那種房子很多的裝潢管線 你是不知道有時候貓咪鑽鑽鑽鑽就不見了 然後如果什麼室友出門不小心忘記關門 你的寵物就跑走了 這風險完全承擔不起啊 每天回家如果擔心自己的貓咪到底有沒有不見 是很焦慮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真的應該很多有寵物的人 會比普通人更想要有一個房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真的好希望我可以打造一個 他們住起來舒適又舒服的家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讓我的貓咪們 跟著我一起找房子的過程 我是滿開心的 而且你就可以在規劃初期去想說 我可以多做一些什麼貓跳台啊 或是一些貓咪可以曬太陽的東西在自己的裝潢裡面 我真的覺得如果那個時候我買房子的時候有這個東西 我應該可以買得更安心更放心 因為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踹 就是不管是貸款的時候 然後你要去交那些資料的時候 我真的都是 就連我簽約下去付訂金的那一個瞬間 我都還是很緊張的覺得 如果貸不過怎麼辦 如果他跟我說我貸款層數不夠高 我要去拿剩這些錢 所以我覺得 我看到永豐女人家之後 我就覺得 天啊 這有點像是女生們的一個隱藏版娘家的概念 你想要離開你的婚姻 你想要靠自己重新開始 那你沒有一個很穩固的娘家的時候 沒關係 你就是有永豐銀行的女人家 然後他給你很好的利率 甚至像你買房子的時候啊 你要細親啊 然後你要燕屋啊 你要搬家啊 永豐女人家就專門為了女生 然後做這樣的方案 甚至他的利率還會好一點 很有可能的人生就因此而轉變了 我覺得其實買房子真的就是 兩種很鮮明的不同的角色 一派就是例如說像我這樣 什麼都不怕 然後問一問就算被人家嘲笑丟臉也沒有關係的 可是另一派真的會很害羞 因為我怕問錯問題 然後我怕別人是不是對我議論紛紛 那我覺得女人家很棒的地方是 其實她的網路界面做得非常好 你只要在網路上輸入想要買的坪數為基準 或是例如說你每個月能負擔多少房貸 然後你想要貸多少房貸 這種問題 你都可以去上面輸入數字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試算 符合你的房貸的利率啊 或是你需要每個月繳多少的貸款啊 甚至你想要轉貸都可以 然後他都是非常清楚的 你就在網路上填填資料 然後大概心裡有一個底之後 你就比較知道自己未來生活 適合怎麼樣的房型 然後適合怎麼樣的樣貌 然後可以找怎麼樣的房子 他可以打破很多人就是 不敢跨出那一步的一個巨大的惡夢 很多女生也許在她這個網站 試算過程中 對她的未來會有更多的夢想 或是對未來有更好的憧憬 每個女人都值得擁有自己的家 打造理想的家就到永峰女人家